南極組組員抵達貨櫃屋倉庫 繽紛二路一樓破門 另外一組架梯爬上二樓 才在冷氣機破裝進入 就看到制毒集團成員 還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 同我的美籍教師 看到那麼多人衝進來 嚇得喊痛 南極站結合台東屏東撿撿合作 鎖定台東這間廢棄酒吧 果然逮捕重操就業的四名成員 去年在屏東地區有制毒被逮捕 可是他們後來就想說 改到民工淳補的台東 組員現場逮捕來自屏東的三位制毒師傅 發現他們找了人在台東的 美籍外語教師合作 以貨櫃倉庫當掩護 平常大門敞開 讓人看不出來 這其實是制毒工廠 利用這個靈性外籍教師的飛機酒吧 作為制毒場所 從外觀看起來 它會比較像在當地享受 漫活的一個外籍人士 組員在場內起初 按非他命一公斤多製毒器具跟原料 全案依照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屏東地檢數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貨櫃倫庫